有非常重要的呼籲就是 不要做過多複雜性的微整 如果你想要打填充 還是會建議各位嘗試 XX就好 因為其他的填充物 它都沒有辦法徹底被吸收 所以我們進一步 未來如果要做隆鼻手術 會產生很大的困擾 大家好 我是葉俊森醫師 今天受到美醫治的邀請 來為各位解答 關於隆鼻的各項疑難雜症 是肯定是可以的 過敏性鼻炎的人 在隆鼻後 有的人會有 短暫的分泌增加 這個算是正常現象 這樣的狀況通常會在 三個月內自行的環節 所以過敏性鼻炎的人 是可以隆鼻的 隆鼻完以後才產生 嚴重的鼻炎 這個是不會的 鼻中隔完食 當然我們書中一定要一併矯正 因為原始的鼻中隔 就是我們隆鼻手術的地基 地基一定要先把它打正 我們做出來的鼻子 才會是直的 但我們主要處理的是 外觀上的外形 所以假如你是在 鼻孔的內側 彎向某一邊 這個是造成你 生理性的 你自己認為某一邊鼻孔 鼻塞 你有訴前先提及 我想我們書中 我們都可以一併處理 那如果沒有的話 在隆鼻術後 才去醫院做 傳統的鼻中隔切除手術 從鼻子內部 基本上就不可行 因為我們的鼻中隔 我們內陸進去的路徑 會遭遇到我們家的骨架 如果你做完結構式隆鼻手術之後 你才要做鼻中隔彎曲 你只能擅長做結構式隆鼻 而且會做鼻中隔彎曲矯正的醫師 最常見的填充應該是 術前就先施打降減雷 把這些玻尿酸給清除 埋線它是一個固體 通常是要在樹中才去做 這些外來物的清除 除了玻尿酸跟腺之外 精釀瓷 一連絲 不可吸收的填充物 它會跟我們皮下的組織 做比較深的殘繞連結 如果卵組織已經分佈到 皮膚太標淺的區域 基本上我們是不可以在手術中 非得要把它清乾淨的 所以這裡還是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呼籲就是 不要做過多複雜性的微整 如果你想要打填充 還是會建議各位 嘗試玻尿酸就好 因為其他的填充物 它都沒有辦法徹底被吸收 所以我們進一步 未來如果要做隆鼻手術 會產生很大的困擾 在埋線我的呼籲是希望 如果要做的話 少量 不要持續無限制的一直埋線 過多的固體的結構 還是會對皮膚造成壓力 會讓我們的皮膚變得越來越薄 等到我們把這些線 搭配這些填充物 一起清除的時候 皮膚的表面會變得非常的不平整 所以我們要用非常多額外的工夫 去添添補補這些 很組織的缺水 而且不一定可以添得很平 一個成功的結構式龍鼻 它就是要讓你維持一輩子 還是有個淡書 我們做結構式龍鼻 通常會在術後的半年到三年 會有一點點的變化 這個是必然的 這個變化主要來自於我們 對於這個鼻柱的結構的支撐 會有一個骨架 是撐住這個鼻頭 但因為手術完一定會有 這個黏膜腔的腫脹 包括局部的疤痕比較硬 所以通常在手術完 等到這個局部的腫脹 完全徹底的消除 包括這些疤痕變軟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本來這個比較突出的這個鼻尖 它會退縮一點回去 所以鼻頭的翹度會下降 這個鼻柱往前延伸的力量減少之後 它通常會往下勾下去一點點 這是每一個人做完結構式龍鼻 都會面臨的變化 不管你使用的是哪一種材料 穿出這個是一個動作 它其實分不同的部位 從底頭 我們的底腔的天花板的黏膜 底腔的黏膜的側面穿出來 那我們大原則都是在手術中 要適當的保護這些 比較脆弱的結構 盡量使用生物材質 比較鼓勵大家使用肋軟骨 不要用太硬的外來物材質 我們先用肋骨做骨架 讓這個Gortex 或者是任何的矽膠的外來物 不要直接壓著我們的黏膜 而是站在我們的肋骨骨架上 它就不會對於我們的鼻腔 有過多的壓迫 只要適當的做評估跟預防 傳出 我想不是必然要產生的 龍鼻可以維持 不配 不是龍鼻可以維持一倍 好那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內容的話 歡迎按下喜歡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